川金会进入倒计时 各界有很多关心的问题 比如是否会签署中战宣言 以正式宣告韩战结束 朝鲜此行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美国的战略目标又是什么 川普是否会要求金正恩 能在川金会上承诺并给出 彻底放弃核武的具体时间表 川普一方面很严肃 表示川金会要谈实质问题 不会指照照相 一方面又很友好 说和金正恩谈得好 会邀请他来华府 川金会到底会有什么成果 明镜火拍明镜历史台和全球直播台 将于美国东部时间 2018年6月8日上午10点开始 全程直播中国研究院第46次研讨会 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参与讨论的嘉宾有 明镜火拍CEO何平 明镜火拍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 东南亚问题专家梁东平 经济学教授肖仲华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明镜火拍节目主持人陈小平 主持此次研讨会 中国研究院是2013年 在美国联邦注册的非牟利机构 以研讨中国和世界问题为己任 并出版了多份研究报告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确实抵达新加坡 维文在推文中说明 欢迎金正恩委员长刚刚抵达新加坡 并附上他和金正恩握手的照片 照片中的金正恩戴着眼镜 身着身色服装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专机 已经抵达新加坡张仪国际机场 而目前载着他的车队 已经离开机场的VIP大楼 正驱车前往下榻的瑞吉酒店途中 瑞吉酒店曾经接待过诸多造访新加坡的外宾 包括2015年马席会时 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 就是住在瑞吉酒店 这显示瑞吉酒店的危安能力 不需要质疑 中国方面这次也可能向金正恩推荐 瑞吉酒店值得下榻 根据了解 这次金正恩的坐车 是一辆宾式的家常行轿车 而他的保镖并未像上次两韩峰会时 时时刻刻都紧跟着金正恩的坐车保护着 而稍晚金正恩就要和新加坡总理李显荣见面 有任何最新的消息 尽请锁定新闻时时报 记得陈玉山整理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确定将在今天抵达新加坡 韩国媒体报道 中国领导人专机已经在今天清晨抵达平壤 金正恩或许将会搭乘这一台专机 出发前往新加坡 此外新加坡政府也对外宣布 总理李显荣将在今天跟金正恩会面 根据韩联社今天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使用的专机 在今天清晨7点20分抵达朝鲜平壤 并在8点30分出发 显示金正恩很有可能搭乘这一辆专机 前往新加坡 报道指出 根据飞机航班资讯查询网站 中国国际航空CA121航班 今天凌晨4点18分从北京起飞 并在朝鲜时间6点20分抵达平壤 这架飞机的型号是波音7474J6型客机 中国领导人出访时是作为专机来使用的 更多关于川金会的最新消息 尽情锁定新闻时事报 川金会本月12日将在新加坡的圣桃沙 佳佩乐酒店举行 长浅领导人金正恩今天下午已经率先抵达新加坡 并在新国警方前倒车和随护人员的护卫之下 进入戒备森严的瑞吉酒店 金正恩与随行人员的车队 大约在下午3点44分左右抵达瑞吉酒店 酒店两旁划设警戒区还设立了路障 警方也高度戒备 众多的媒体记者守候在路旁 还有大批的民众包围观望 就是能希望一睹金正恩的面貌 金正恩和川普的第一次会面 维安超级严密 各种安全措施甚至超过4月27日 在板门店举行的两韩告峰会 而新加坡总理李显荣今天表示 会努力扮演好东道族的角色 甚至表示会为这次历史性的峰会 做出小小的贡献 将会承担主办会晤的费用 预计为这场峰会投入约2000万的新元 大约是美金1500万 人民币9700万元 其中有一半是用于维安费用 李显荣今天下午到访位于市中京区的 F1维修大楼 这栋三层高的建筑将成为 川金会时的媒体中心 里面设置有媒体简报室 用餐区还有媒体休息室等 李显荣表示能够承办川金会的场地并不多 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政治和外交考量 同时还要考量到飞行距离等等 因此当接户美国和朝鲜的请求 主办高峰会时 新加坡市难以拒绝必须挺身而出 日前曾经被询问过 是否承担主办川金会的费用时 新加坡政府允诺这是必然的 李显荣认为 川普和金正恩愿意在新加坡会面 不但是替新加坡达到一定程度的宣传 也凸显了新加坡和双方的关系 以及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 他也提醒 如果凡事都要以价格来计算 那么可能就会错过真正重要的东西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玉山 整理报道 画面中 默克尔双手按桌 站在川普面前 而川普双手暴胸 跟他眼神交锋 反映出两人互不相让的态度 而各国元首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法国总统马克龙 以及英国首相梅伊 都站在旁边看热闹 这张照片是德国总理默克尔 在G7峰会期间 在官方推特公布的照片 被国际媒体一致公认完全反映出了G7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峰会举办之前 美国总统川普因为美国优先政策 向加拿大以及欧盟 克尊进口钢铝关税 触怒盟友 使得G7出现了成立42年来最大的分裂 昨天川普不等G7峰会结束 就提早离开加拿大 当时他向在场的记者表示 他已经向其他六国发出警告 任何国家在贸易上报复美国的钢铝关税举动 都会是一大错误 之后他更发推文批评G7的主办国 也就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不老实以及软弱 他指称杜鲁多在跟他见面时 表现得谦恭温和 却在他离开之后 开记者会批评美国关税是一大侮辱 并表示不会被牵着鼻子走 对此川普表示 美国将以对加拿大洛农产品 克正270%的关税作为回应 针对川普的推文侮辱 加拿大政府立刻发表声明强调 杜鲁多在记者会上所说的一切内容 过去均曾公开或者是私下跟川普表达过 并没有像川普所说的虚假一事 此外川普更放话表示 他已经指使留下来开G7峰会的美国官员 强调美国不会同意这一次G7的公报 再过两天川金会就要举办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确定今天将会抵达新加坡 根据路透社报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将会在今天跟金正恩会面 明天则会跟美国总统川普会面 面对全球关注的目光 川普不改放话作风 昨天对外预测指出 川金会是一次性的机遇 所以当他在跟金正恩见面的第一分钟之内 他就可以知道结果是如何 不过他也强调如果他认为不可能达成正面的结果 他就不会浪费时间 事实上从川普这一段期间的言行来看 似乎对这一次的川金会信心满满 他在离开近日与加拿大举办的G7峰会前 曾经对外表示 双方谈判团队的接触一直都非常的积极正面 两边合作良好 虽然峰会是未知领域 但他确实具有信心 在讲完这一段话之后 川普搭乘直升机飞往位于波哥维的加拿大空军基地 转搭空军一号座机飞往新加坡 预定将在10号晚间抵达当地 虽然川普信心满满 但峰会的局势是否真能像他所说的全面掌握 再过两天就能揭晓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道 根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专机已经抵达新加坡 据了解他搭乘了正式中国国际航空波音747的中国专机 于当地时间下午2点36分抵达新加坡张乙国际机场 而这辆客机正是中国领导人使用的专机 据了解金正恩抵达新加坡之后 随后就会跟总理李显荣会面 而新加坡政府稍微也对外宣布 李显荣将会于今天和金正恩会面 明天再和川普见面 有任何川经会的相关后续尽情锁定新闻时时报 记者陈云山整理报道 世界瞩目的川经会倒数两天 长期领导人金正恩今天搭飞机前往新加坡 准备出席周二的川经会 外船金正恩十分担心自己会遭到暗杀 而中国方面则愿意派出战机 来护送这位朝鲜小老弟金正恩专机飞往新加坡 中国国际航空CA121航班 今天清晨4点18分从北京起飞 在朝鲜时间6点20分抵达平壤 据了解这架波音7474J6型客机 是中国大陆领导人出访的专机 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有可能 就会搭乘这辆中国客机前往新加坡 最快可能在下午3点左右就会抵达新国 不过金正恩也可能搭乘自己的私人专机 苍鹰一号前往新加坡 目前人不清楚金正恩会搭哪一辆飞机前往 根据预测以目前的飞行速度 若是搭乘苍鹰一号专机 那么金正恩将于今天晚上7到8点左右 才会抵达新加坡的张仪机场 随着专机会的具体行程和饭店等安排 已经陆续确定 中国开始为金正恩的新加坡之行 准备特别的护卫工作 中国当局为了确保金正恩专机 在行经中国领控的安全 正在筹备专门的护卫小组 护卫小组讨论了在中国领控 包含提供战斗护航机在内的多个方案 而使用战斗机编队护航是在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的礼遇 但是金正恩并非是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而是仅仅经过中国领控 而中国方面提供如此高规格的待遇 想必是因为金正恩非常担心 这次赴新加坡和川普会面会遭到暗杀 会如此大搞悬疑 故步移政的原因 就是金正恩长期担心自己被暗杀的问题 今年4月与板门店进行两韩的首脑会谈时 他也表现了相同的担忧 因为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 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国际机场被毒杀 因此可见金正恩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新闻时时报记者陈玉山整理报道 新闻时时报为您播报 G7峰会争吵缓解 欧美敲定启动贸易对话 G7峰会6月9日在加拿大魁北克结束 川普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科征钢履关税 导致的六国联合反美的情势出现缓解 美国与欧盟达成共识 同意未来两周启动欧美贸易对话 川普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征收钢履关税后 相关国家群情激愤 多国出台报复措施 昨天七国成员中的六国领导人 纷纷拿出各种进出口数据 希望说服川普改变主意 但川普也拿出自己的数据 反驳称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吃了大亏 巴黎爱丽舍宫6月8日宣布 各方在下午达成了共识 大家都同意启动对话格式 川普也同意 这个对话将在未来两周启动 包括技术和政治层面 但这个共识并不代表G7峰会的七国宣言 路透社说 美国总统川普与法国总统 马克龙会晤后态度变和蔼了 他强调马克龙为解决贸易问题提供了帮助 川普还在媒体面前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开玩笑 此前川普反驳马克龙与特鲁多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批评 他回称欧盟和加拿大对美国设置巨大关税壁垒 却不向公众提及 川普昨天就欧美同意进行贸易对话 表示说 我们将会达到某些目标 我相信那将是非常积极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表示 尽管大家与美国存在分歧 但他看到工业七国领导人都有寻求共识的意愿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今天开幕 包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元首将会出席 而印度总理莫迪与习近平也会举行场边会谈 有分析指出 印度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加入上河组织 亦在借此制衡中国在中亚的势力拓展 这样的背景让莫习会更显关注 虽然印度媒体强调 习莫青岛会晤主要是延续双方 四月份在武汉会晤的脉络 但是外媒认为青岛席默会背后 不可忽视的是俄罗斯的影响 美国之音指出 印度出现在上河组织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 是成为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 竞争影响力的平衡手 1996年4月中国哈萨克吉尔吉斯 俄罗斯和塔吉克创设了上海五国会晤机制 2001年加入乌兹别克之后成立上河组织 去年新增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成员国 目前共有八个成员国 有分析师认为俄罗斯担心中亚的几个国家 正逐渐投入中国的地缘战略怀抱 而使俄罗斯的影响力日益减弱 因此俄罗斯提出让印度成为成员国 希望印度加入上河组织 能够偶尔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 对中国提出的一些议程投下反对票 或者至少放缓中国向中亚迈进的步伐 莫迪5月21日获邀与普京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 由于印度近来为抗衡中国包围的战略 逐渐强化与美国的关系 俄罗斯则以强化与印度的敌人巴基斯坦关系作为回应 莫迪希望能够借由会谈 强化印度与俄罗斯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 为了支持全国各地卡友们罢工大行动 经过我们山东所有司机商定定于本月十日上午 在全山东辽城市开展罢工活动 在我们罢工期间请本地的外地的车辆做好一切准备 请配合我们做好此次罢工行动 不要在全国范围内接货拉货 包括进入山东 如果有车辆进入山东 私自拉货接货所造成的后果 一切自负 为了我们以后的生存 大家的利益 希望各位司机卡友们自觉遵守约定 打倒货车帮 运满满 垄断这个货运市场 货运价格太低了 是时候我们要站起来反击了 所有司机卡友们团结一致 众志成成 坚持到底 打赢这一仗 我代表山东所有的司机们 向全国的卡友们 致敬 互联网上多段视频显示 包括重庆 安徽合肥 贵州同仁 江西修水 山东辽城等地的卡车司机 在8号已经开始罢工 大批卡车集结在公路以及停车场 要求降低油价 提高运费 并要求交警 以及运管部门停止对大卡车的随意罚款行为 据了解为了协调行动 各地卡车司机组成联盟 要求外地的卡车司机不要前往装卸货物 以便为争取整体权益来创造条件 自由亚洲电台援引知情人士报导 这次发起全国卡车司机罢工 是因为目前的油价持续上涨 而运费则相对的在降低 此外 除了各地设卡收取过路费之外 卡车司机们更面对着各地交警随意拦截 查抄载动辄罚款的困境 有卡车司机还在微信上贴出政府的失踪罪 要求当局回答 这其中包括行驶证是国家办的15年 为什么要求报废 十几万到五十几万的车一下子变成一万多了 我们该怎么活 查车的时候他们到底是交警还是协警 收黑钱的是交警还是协警还是冒充的 何时能决 为什么一辆车会遇到交警跟陆正两个部门的处罚 交警的罚款任务到底是怎么定的 这是为了罚款还是为了质抄 罚款不开票 开票就扣分 这是为了执法还是在抢劫 甚至卡车司机群们还发出呼吁信 表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 没有退路 要团结一致 擅自行动者将会被砸车 我们要生存 不要退出 修水的卡友们 我们需要你们大力的支持 一位兴隆的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卡车司机罢工嘛 到时全国联动 生存环境太恶劣 活不下去才罢工 你看呀 油价高嘛 过路飞高嘛 又辛苦又累又不赚钱 常年累月在外奔波 中国的潜规则就是 你不超载你就赔钱 逼着你们超载了以后 然后再罚你 凡是能增上这个管车管路的部门 由他们的每一个人 甚至是每一个人的心情来定了 他们今天心情好 可以少罚你一点 他的心情不好 他就把气全洒在路上 另外一位广东张姓女士 则告诉自由亚洲记者 现在的卡车司机们 还面临着货源被垄断的麻烦 一些有官方背景的物流公司 垄断货源压低价格 让一般由私人购置 营运的大货车难以为继 而目前官方听闻卡车司机 将在周日全国大罢工 已经全面介入对卡车司机施压 根据无法核实的资讯显示 为了阻止一些卡车司机 在工友们罢工期间 趁机出来高价争取生意 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一些 罢工的司机暴力打杂 坚持营运的卡车情况 但因为官方严密封锁类似消息 目前还没有有关冲突的资讯流出 自由亚洲的报导表示 这一次卡车司机大罢工 正值青岛上河会议期间 目前已经知道 至少山东方面十分紧张 在多个进出山东的要道 设立关卡 严防大卡车司机维权 扩散到青岛以及周边地区 到目前为止 没有卡车司机被捕的消息传出 该台记者 制定给国家交通运输部 希望了解卡车司机的状况 但有关部门的多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听 根据官方统计 中国目前有三货汽车1500辆 按照一般名车至少有两名驾驶员来计算 全国至少有3000万卡车司机 但因为中国燃油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 加上管理部门滥用公权现象严重 被称为高维职业的卡车司机 平均每个月的收入只有6000元人民币 此外因为大多数卡车司机跟车主 努力购买商业保险 因此只要遇到事故 他们通常就会陷入困境 新闻时报记者 刘新真理报道 各位听众好 中国政治随时都在变化 习近平站在一个什么地位 选择一种什么角度来对待博弈 他有多大的能力 他有多么娴熟的政治技巧 能够达到他的目标 4月27日 中国研究院第39次研讨会 围绕这些话题进行了讨论 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77期内幕杂志中 本次节目我们就请民进集团的主笔高法林先生 来介绍一下讨论的主要内容 高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出席中国研究院这次研讨会的有哪些嘉宾 参加研讨会发言的有新闻观察员何平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毅 美国政治学者冯胜平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 经济学人张爱梅 美国资深媒体人孟璇 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毕周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顾维群 研讨会是由陈小平博士主持 那冯胜平和他的老对手王君涛先生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冯胜平还是从党主立宪这个老题目开始 他说党主立宪这个词 最早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者提出来的 在冯胜平给习的三封公开信里面 他反复的强调这个观点 什么叫党主立宪 这不是很严格的一种说法 它是沿用君主立宪的说法 简而言之 就是党主导下建立宪政 在冯胜平看来呢 今天的中国如果要立宪 只可能是党主立宪 中国要民主 第一步只可能先是党内民主 而习近平今年这次修宪 只是要为未来五年打下一个法律依据的基础 王君涛对冯胜平的党主立宪并不认可 他认为开明专制不可能走向宪政 王君涛用三句话概括习近平 第一句话 他在第一届任期的五年 用反腐作为口号 实现全党性习 极权本身可以有制度化极权和独裁极权两种 习近平现在已经是一个独裁极权 这个独裁就是他有很大的任意性 第二届任期五年要做的事 就是用扫黑为名 实现全国性党 把民间社会独立力量全部消灭掉 也就是把今后未来可能的制限资源和社会力量给消灭掉 从这一点上看 他前两年打的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黑 后三年他可能要消灭那些不听从于党的独立力量 他废除了任期制之后的继续在任的最后五年 要实现全球性忠 其他的嘉宾有什么样的高见呢 孟璇认为王君涛说的都是西方的经验 无视俄国的经验 中国的经验 这些经验是他自己本土的长远历史所得到的 而张爱梅则指出 西方人从去年开始逐渐的明白过来了 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 并不是想要变得跟西方一样 而是希望西方变得跟他一样 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迹象和例子 比如说中共势力已经侵入了新西兰议会 澳大利亚和德国 他甚至用金钱收买这些国家的一些政客 来替中国说话 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西方的警惕 我们看到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西方很多有影响力的媒体 纷纷指出中共的手伸得太长了 西方不能容忍 张爱梅更认为 习近平现在集权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他集了公民社会的权 集了每一个中国公民说话出版的权 这些权力在胡锦涛温家宝时代都是存在的 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压 公民社会在那个时候还是发展的 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 这些权力都被收走了 习近平集权是对我们这么多年走下来的制度安排的一种反动 习近平集权对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是非常不妙的暗示 那么何平先生是怎么说的呢 何平认为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 我们很难一定要设计一套完全理性的路径 这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 但是我们必须赋予它一些理性的因素 如果过于简单的清算 用极端的语言攻击政治的对手 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就会比较严重 很难达成共识 何平说不管是哪一种独裁者 在一定的压力之下都有转型的可能性 转型和走向民主化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的 如果独裁者生命得不到保障 权力得不到安全 民主机制能够既给他荣耀又给他安全 那么就有可能使这个独裁者本身也产生变革的动力 对独裁者既要保持强大的压力 同时也要有理性和妥协 因为民主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一种游戏规则 有一些游戏规则是必须遵守的 虽然未必合乎自己的最高利益 最高价值的期望 顾维群的看法要比和平严峻的多 他认为习近平王岐山他们未来 在中国想建立一个没有正式皇帝称号的 延续三千年的皇权制度 这条路是死路一条 但是他们想走 他说不管习近平喜欢与否 中国人民在未来二十年中 是完全有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寻求西方国家的强大支持 最后自己来实现民主制度 冯崇毅教授一直批评和平对于习近平的乐观 这次恐怕更是如此吧 是啊 冯崇毅首先批评了冯胜平党主立宪这个提法 他认为这个概念本身就不伦不类 是彻底钻进了牛角尖 连民主专制之间的是非善恶 这样一个基本判断 冯胜平都迷糊了 彻底走进道德虚无主义 道德相对主义 没有是非 没有对错 人类就彻底失去方向了 冯崇毅对和平现在还继续寄希望 与习近平表示不认可 他说习近平在一党专政和宪政民主两者之间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习近平这五年的某些成功 在冯崇毅看来 最多也就是在西方民主 遇到一些麻烦的情况下回光返照 其实习近平上台以来 经济一直是往下走的 他是靠着此前的改革开放 经济全球化 积累了一些财富 他有了折腾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本钱 原来他在墨西哥说 他不折腾外面的人 但他现在也开始折腾外面的人了 因为财大气粗了嘛 为什么说习近平是回光返照呢 冯崇毅认为 全世界的党国专制极权 有70年左右生命的大限 冯崇毅在最近写文章 接受访谈时一直强调 党国没有红三代 不管红二代们如何凶残 如何残忍 如何折腾 他这个权力结构是没有办法传给他们的后代的 他们也没有这种愿望 更没有这种能力 去继承现在的党国专制极权 这么一种制度框架 好的 本次明镜收看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高先生 再次感谢Juli的技术合作 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收看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孩子送去礼物 或者带他们去餐厅享受一下 对于大多数现代家庭来说呢 这些都是一件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 也越来越多的父母亲开始 面对或者去考虑思考另外一个比较严肃 更加严肃的问题就是 我们到底要提供给我们的孩子怎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么六月老同节的四天之后呢 是世界环境日 今年的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塑料与污染 在从人类发明塑料的一百五十年前到今天呢 尤其是经过了五十六十七十年代 塑料制品的泛滥性普及之后 塑料已经杀死了很多鸟类和鱼类 那么下一个是我们人类呢 这是今天的话题 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呢 在今年六月份的六月期刊上 它的分面有一个非常 世界上非常震撼的分面 读者我们一看一开始 以为说是一座露出海面的冰山 但是仔细看的话会发现 其实是一只漂浮在海洋中的塑料袋 标题是 要地球还是要塑料 而且还有一行注解 就是每年约有八百万吨塑料垃圾呢 被投入海洋 而这只是冰山的地角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 并非是化种取种 在海洋中漂流的这种塑料制品 目前已经超过了五万亿件 百分之九十的海鸟的身体内 被发现有塑料垃圾 而且塑料制品还在远远不断地流入海洋 它们正在杀死海鸟 在从1950年到2010年期间 海鸟的数量就暴跌了百分之六十七 在太平洋的北部的一座叫做中土岛的小岛上 美国西亚图的摄影师克里斯 乔当 他有自去的乔岛 在海岛上看到的数量众多的 在阳关下死亡的 被阳关下暴晒的杏天油的尸体 杏天油是什么样子一个鸟呢 杏天油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之一 成年杏天油的身体可以长达一米多 双翅长开有三到四米 体重可以达到八到九公斤 杏天油的主要食品 主要食物呢就是鱼虾 但他们也是会 这种去以船只 就是在海上船型的 海上船型的船只的 这种废弃的食物 回食 所以说我们经常有看到在 轮船或者在海船的尾部 都有一些海鸟在跟着 就是 看有没有食物 那么 杏天油 杏天油的寿命 可以达到四十到六十岁 但是呢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的估计呢 所有杏天文科的鸟类呢 都受到灭绝的威胁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这个西雅图的摄影师 摄影师这个乔丹 在中路岛的建国 那么乔丹看到那些 在阳光下爆赛的 杏天文的尸体之后呢 那他就解剖开了一支 幼年的杏天文尸体 解剖开之后呢 发现尸体是完全一些 五花般的乱七八糟的一些 塑料制品 从这张图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 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里面有塑料瓶 不是 有塑料瓶盖 有打火机 有梳子 有牙刷 还有各种各样的塑料碎片 克里斯乔丹震惊呢 所以他之后呢 又携带了他的摄影和摄影团队 几次去了中路岛 去考察 之后呢 将这些他们记录的照片 公开发到各种的 媒体和摄影网络上面 不仅是乔丹的团队震惊了 整个世界也震惊了 可是那个是 已经是2009年的事了 在整个世界震惊之后呢 地球上的情况 并没有改善 没有改变 没有朝好的方向改变 而且 整个情势变得越来越不妙 不仅是海鸟 人们发现 也越来越多的其他海洋动物 死于塑料 威胁 根据研究人们的统计呢 在死去的海灰中 有80%的海灰内战 发现 有塑料在里面 就是塑料垃圾 他们实用的塑料垃圾 在三个多月前 在欧洲 就是在西班牙南部的一个海滩上呢 发现了一条 长达 提长到10米的这种 抹香精的湿气 那么当时呢 开始解剖 打开 这条抹香精的身体的时候 发现它的胃里面有 高达29公斤的塑料制品 都是一些什么塑料制品呢 是塑料垃圾袋 还有一条长达9米的鱼网 以及两个花瓶 和一些塑料废片 等等等等 那么为什么这些海鸟 为什么这些海洋动物 会去吞噬这些 让杀死它们 可以让它们 致命的塑料碎片 首先是因为这些碎片 在经过在海洋中 长期漂流之后呢 会被海洋中的海藻 和细菌粘腹上 等于是被它们 殖民的 那么被粘腹上呢 之后的效果就是 给了这些 没有生命的 塑料垃圾呢 附上有生命的特征 于是这些带着海洋 味道的这些塑料碎片 就门片了鸟类 和门片鱼类 但这些五花八门 各种各样颜色和形状的 塑料垃圾呢 被海鸟和鱼类吞食后呢 它们就感觉 它们自己的肚子被填饱了 实际上它们 什么也没有吃进去 所以说 于是就很多海鸟 和这种鱼类啊 死鱼 肚子填饱了啊 但是 什么都没吃进去 就最终是被饿死了 那么它们中还有一部分呢 是被一些 边缘分离的塑料 造成体内器官的穿孔 从而杀死它们 当然我们人类作为 有智慧的高级动物 显然不会将鱼网 或者说是像牙刷 吞进我们的肚子 即便是我们在超市中 购买了一条鱼 带回去之后 发现鱼的肚子内 有一些垃圾 塑料垃圾的话 我们也会像这边 垃圾呢 去除掉之后再食用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因此 而逃避塑料废品 塑料垃圾的追杀吗 我们都知道地中海 也被称为未狼海岸 它以这个地中海狼 成为全球最美妙的海洋之一 但是科学家们最近发现 地中海正在成为 全球最肮脏的海洋之一 法国的环保组织 我们的地球 这个组织称地中海 已含有2500亿个 微塑料垃圾 而成为全球最污染的海洋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 法国分部 分部在6月8日 公布了一份新的报告 那么这份报告就显示 地中海 就是每平方公里的地中海的海水 就含有超过120万个垃圾碎片 那么这些微垃圾呢 都是漂浮在 长期漂浮在这个海洋 海水中的那些塑料垃圾的解体 造成的这种后果 根据自然基金会的说法 这些微垃圾 这个微塑料颗粒极具毒性 有些塑料颗粒需要50年 甚至超过百年 才能做到完全的分解 那么今天的情况是 不仅是80%的金枪鱼和剑鱼 它们的胃里被发现是 有这个塑料垃圾 在宜背 在牡蠣 在盘蟹 和在滋鱼体内呢 人们也找到了 强域的微塑料 那么这些正是我们 参数上经常见到的 就是我们人类经常消费的 海鲜产品 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呢 一位中等消费水平的 欧洲的一辈 就是贝类爱好者 贝类的吃货 一年吞下去 吞到体内的塑料颗粒 可达到一万一千个 自然基金会就警告说 这些都是致癌物 是干扰内分泌的物质 所以说结局是非常逻辑的 就是这些塑料质品 归根到底是 对我们人体的 大部分的机能 造成的进行攻击 比如说我们的消化 消化系统 我们的人脑 以及人类的防止 地中海周边的各国 是要对这个地中海的污染 肯定是负 其最主要的责任 责任 因为他们这些国家 周边国家 每年将至少 五十万吨的塑料垃圾 抛到这个地中海 其中有塑料瓶 塑料杯 瓶盖 西瓜等等 在每年的夏季的时候 就是就要来到了今天的夏季 那么地中海的塑料污染将会暴增40% 暴增40%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有超过200万的游客会光临地中海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这个 这些游客肯定是会留下来那些垃圾制品 这些垃圾分别来自的地中海国家是包括比如说 土耳其啊 法国 意大利 埃及 以及西班牙 除了那些被游客或者被当地的居民丢在沙滩上的塑料瓶啊 塑料垃圾制品会被冲到海水中呢 以及在城里的一些垃圾啊 也有从这个污水厂排放到地中海里的合成纤维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不仅是在地中海啊 调查人员也发现在全球啊 有五处巨大的垃圾聚集器 就是在海洋中呢 有五处巨大的被称为是垃圾岛 其中有两个在太平洋 一个在印度洋 一个在台西洋 那么在太平洋里一个呢 面积呢 居然比反国的国土面积还大 三倍 是相当于中国国土的六分之一 地中海呢 也因此被视为说是地球上 第六个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的聚集体 随着海洋的运动 海水的腐蚀 以及这个时间的推移 那么这个塑料垃圾被分解得越来越小 而塑料碎片越小呢 越容易 越是容易回到这个 我们食品链的中端 也就是这些微塑料被这个浮游动物 被鱼类摄入之后呢 最终是进入到我们人体本身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在欧洲的一位贝列的爱好者呢 贝列吃货呢 他一年中摄入了 达到高达一万一千个塑料微颗粒 那么这些微颗粒呢 塑料越小呢 越是表面越是成这个球体状呢 它越是提供了一个可以让这个 有毒的化学物质进入的微塑料这个一个通道 比如是这个沙虫剂 比如说来自农业的领域的沙虫剂和这个化学肺料 或者说是来自医院的一些污染源 因为塑料本身是输水性的 所以说它有可能就会像海绵一样去吸收这些有毒的物质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如果是我们不吃鱼就可以避免了这些塑料可能带来的潜在的危害呢 美国华上的那一家叫做阿博美迪亚的独立新闻机构 它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和纽约大学合作了一份科学研究报告 那么根据这些研究报告呢 的结局呢 就是报告的结论呢 是在我们平时饮用的自来水中呢 也含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塑料微颗粒 这份报告呢 对全球14个国家的自来水进行了抽样检查 抽样 发现呢 平均有83%的自来水中呢 都含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塑料微颗粒 那么在欧洲的自来水呢 品质会相对好一些 但是比例呢也高达到72% 就是72%的欧洲的自来水中呢 也含有这个肉眼看不到的塑料微颗粒 那么也许也有人会觉得那我们我平时都不喝自来水啊 我可能就喝这个矿泉水就没有这个问题呢 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 突然是这家这个奥克本媒迪亚的这个调查发现呢 比如说一瓶我们拿了一瓶就是 纯净水或者矿泉水呢 其中可能含有几十个 或者甚至数千颗这个塑料微颗粒 这调查结论就完全颠覆了这个纯净水和矿泉水 几十年来做的广告啊 在我们中打下一个这么一个形象 就是这些水肯定是纯净的 没有这个卫生安全问题的这么一个 就是这个干净的形象 那么接下调查 就是纽约大学进行的调查呢 是抽取了十一个品牌的二百五十瓶水 和中国消费者关系最紧密的应该是 娃哈哈品牌和以及是 确凿成泉水这两个品牌 在这份报告中呢 含塑料微颗粒最多的一瓶水 居然有一万零三百九十个素料微颗粒 也就是说我们在喝了这瓶水进去 我们同时喝了一万零三百九十个微颗粒 我想这份报告没有出来之前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能想到 当他买了一瓶矿泉水 纯清水的时候 能带来这种感觉 那么这些肉眼看不到的素料微颗粒的品种 也是非常丰富的 有泥绒 有丙烯 有这个我记不住的 我记得抽样结果是每瓶 每瓶的一瓶矿泉水中 可能会含有0到250颗素料微颗粒 而在意大利的 Sombele Pinot中呢 可能是含0到74颗素料微颗粒 在这个报告 调查报告结果公布之后呢 这两家就是厂家 就是已经是属于这种 品质较好的厂家 矿泉水厂家 也提到 就是他们首先承认说 他们的矿泉水中 会含有这些素料微颗粒 但他们同时也质疑 他们认为说研究机构呢 夸大了 他们每瓶矿泉水中 所含有的这些素料微颗粒 那么这些在密封的 这个瓶砖中呢 这些水中 怎么会含有这些素料微颗粒呢 他们来自哪呢 那么目前的推测呢 主要是来自 包装过程 这个工业包装过程的污染 以及塑料瓶内 本身含有的这些素料微颗粒 以及来自瓶盖 那么这些进入人体的 素料微颗粒 到底对人体的健康 会造成什么样的 有健康的影响呢 目前的科学 简单上没有这个 一个定论 至少需要等到 15到20年才会知道 才能清楚这些进入 我们人体内的素料微颗粒 到底对哪些气光 会对我们的人体 造成怎样程度的一个 一个威胁 一个损坏 但是呢 科学界面也确定了一点 就是这些素料微颗粒 它的体积越小 它们渗透到人体的功能就 的功能越强 而且它们能够渗透到越深 也有专家认为去说 这些渗透到人体就是 我们人体内浮入的 即使我们浮入的这些素料微颗粒 有90% 最终也是跟随的这个 排便的时候被排住体外 但是大家就问了 那么90%被排住体外 还有其中的10% 不是游在我们体内呢 那么这些 对于那些小于 150微米 就是可以说 非常非常小的这些素料 和所有的纳米素料 就是它们能够穿透 我们的这个 肠胃的屏障 肠道的屏障 最终进入我们的 体内循环系统 而对于那些更小的 就是20微米 之内的塑料微颗粒呢 可能进入气光 尤其到进入我们的人体内的 这种解毒气光 就是肝脏和肾脏 这些被认为是 被科学家认为是 对人家非常危险的 那么刚才有说过呢 尽管到目前为止呢 科学界都表示说 这些在人体内的 随着食品啊 进入的 或者饮料 进入的这个 进入人体这些 微颗粒的塑料呢 有没有对人体 造成怎样的威胁 有没有对人体造成威胁 或者对人体造成怎样的耸害呢 到目前为止是 没有个定论 但是呢 根据法国李远的一位 女科学家 她叫Vigene Gullier呢 她对这个无脊椎的动物呢 的研究结果 是非常让人担心的 她研究的对象是 昆虫 昆虫贝类和 软体动物的研究 她的研究结论是 这些微颗粒的塑料呢 阻碍了这些 软体动物 这些动物的消化功能 并且改变了 他们的生产程序 并且渗透到 这些动物的 细胞组织内 引起发炎 并最终减弱 他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 这些那个塑料制品呢 被认为是 我们也很长 很长时间 我们就知道 有一些塑料制品呢 它是会干扰 内分泌 内分泌干扰物 或者干扰人体的 荷尔蒙系统呢 引发 激素依赖性的癌症 比如说乳腺癌 比如说高肝癌 或者前列腺癌 引发爪殊 甚至引起这个男性的 生育力的下降 引发肥胖 或者智力的下降等等 也正是因为这个考虑呢 比如说从2015年开始呢 欧洲就禁止使用 禁止消耗 这个含有 双分A的塑料奶瓶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发现这个含有 双分A的这些塑料奶瓶 最终会导致 就是婴儿的发育和内分泌 纹乱就造成了 内分泌的纹乱 那个造成这个 对婴儿的 这种人体的危害 但是这些呢 都是我们呢 就是包括你和我在内的 我们亲手造成的 以欧洲为例呢 以法国为例 法国每年消费的这个塑料袋 多达150亿个塑料袋 如果把这个消费量呢 扩大到全球呢 全球范围里呢 是我们每年要消费 5000亿到1万亿个塑料袋 也就是呢 每一分钟之内呢 我们使用呢 100万个塑料袋 而在同样的 这一分钟内呢 有100万瓶 塑料瓶装的这种 瓶装饮料被出售 到2015年呢 人类已经产生了 69亿吨的塑料垃圾 但是呢 其中只有9%的塑料垃圾呢 在69亿吨呢 我们只有9%的塑料垃圾 被我们回收了 还有12%呢 被焚烧 那么余下的那些呢 就最终呢 进入了人类的终极 储水库 就是大海 有一点我觉得 我们特别应该是 关注的是 在 全世界这些垃圾中呢 源于包装的比例呢 就几乎 占了一半 其中绝大多数呢 这些包装呢 是塑料包装呢 是得不到回收 或者焚烧 所以说这些可以在 我们完全是可以在 不影响 不占低我们生活水平 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呢 我们去减少 对这种塑料的使用 可以说是 我们在举手之劳的情况下呢 又可以 避免 这种塑料 对我们带来的 生活上的灾难 是当外人 首先开始行动起来 在1994年的时候 当外政府呢 对所有的塑料制品 塑料包装 征收 高税收 使得塑料 带的消费量 一下子就暴跌了66% 那么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呢 这66%的塑料带 平时根本不是我们 生活中所必须的 在法国呢 一家叫做 Blastika Adag 就是 攻击塑料的这么一个协会呢 在6月合同届的 今年6月合同届的第二天呢 他们在 巴黎的市中心的一家超市呢 发起的行动 他们将买下的这个 所有的产品的塑料包装呢 就是没有用的塑料包装 买下之后呢 就把这些塑料包装 丢到 这个这家超市 超市呢 就还给超市 那么他们同时也鼓励 其他顾客呢 和他们做 配合他们做同样的行动 比如说一些 用来包装水果 让水果觉得更加好看 更加卫生的 这种塑料包裹 其实完全是 根本是不需要的 我们目前在巴黎的一些 在各地的一些 有机超市 可以看到一些水果 我们是根本不需要包装的 不需要塑料包裹 来包装的 同样是没有问题 所以说 当越来越多客人 就是离开超市 跟这家协会 就是Blastika Adag 协会做的成员 做的同样的行动 将这些塑料包裹 堆积在超市内的时候 我们就会给这个塑料 这个超市造成一个压力 因为超市呢 它就必须 当这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超市就必须 支付额外的费用 额外的开支 来处理这些塑料垃圾 最终呢 超市就是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 给这个超市压力 然后制使这个超市 去要求 他们的食品供应商 在包装食品的时候 或者做其他包装的时候去 不要再使用 这些根本是不需要 不是必须的这种塑料包装 那么这一点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在荷兰的 阿姆斯特丹呢 有一家叫做 Eco Blazar的这种大型超市呢 超市呢 已经有超过680多种的 这种商品 食品了 完全没有需要 这个塑料的包装 用来取代塑料包装的事呢 是我们可以用这个 纸片 或者是用木片 或者是用布片来取代 那么在如何减少这个 我们每天 就是每天都是全球 每一分钟 一百万瓶这个塑料饮料 塑料瓶瓶的饮料 被出售这么一个 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学这个德国的做法 那么在德国每一瓶超市 你去购买饮料的时候 购买这个 你去购买 就是我说指的是 这个玻璃的 玻璃饮料的时候呢 你都会留下 8到25升丁的这么一个 这部分钱作为这个押金 德国就 德国目前市场上 主要是卖的 这种是玻璃瓶装的饮料 而不是塑料瓶装的饮料 那么消费者呢 就将这个塑料瓶 就是饮料消费之后呢 可以拿着这些玻璃瓶 再到市场去退回这些押金 那么这些玻璃瓶呢 同样很自然就可以 重新回到这个流通领域 再 不像这个塑料瓶 能产生对人类 对我们的社会生活 带来那么大的问题 也许拯救地球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 觉得是一个过于宏大 非常宏大的这么一个口号 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 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 拯救我们自己的生命 拯救我们自己的健康开始 要想到我们要给我们自己的孩子 留下一个 怎样的一个 可以活下去 可以健康活下去的一个 这么一个环境 而不是说在几年之后呢 在几十年十几年之后呢 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喝一口 他们买一瓶矿泉水 喝一口水的时候 里面有上万颗 这种塑料微颗粒 同时涌入他们的口腔 进入他们的内障 渗透到他们的内障 其中至少有百分之十 永远留在他们的体内 百分之十的微颗粒 永远留在他们的体内 对他们的健康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种惊人的数据 到2050年 在海洋内的塑料垃圾的数量 将会超过所有的鱼类的总量 澳大利亚的生态保护基金会 Blanet Ag估计呢 每年至少有上万只的 金鱼、小鸟、海豹和海龟呢 死于塑料 如果我们不马上采取行动的话 那么下一个被塑料杀死的 将是我们自己 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巴黎谈天下 咱会 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界有很多关心的问题 比如是否会签署中战宣言 以正式宣告韩战结束 朝鲜此行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美国的战略目标又是什么 川普是否会要求金正恩能在川金会上 承诺并给出彻底放弃核武的具体时间表 川普一方面很严肃 表示川金会要谈实质问题 不会只照照相 一方面又很友好 说和金正恩谈得好 会邀请他来华府 川金会到底会有什么成果 明镜火拍 明镜历史台和全球直播台 将于美国东部时间 2018年6月8日上午10点开始 全程直播中国研究院第46次研讨会 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参与讨论的嘉宾有明镜火拍CEO何平 明镜火拍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 东南亚问题专家梁东平 经济学教授肖仲华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明镜火拍节目主持人陈小平 主持此次研讨会 中国研究院是2013年在美国联邦 注册的非牟利机构 以研讨中国和世界问题为己任 并出版了多份研究报告